恩利在我乘风破浪的那一年 他是没有少被网爆的 整整持续了一整年 然后狗仔追他 追到洗手间的时候 居然大标题写的是 原来他进男厕所 他不是一个 得着便宜又卖乖的小孩 我对他是有敬重在的 所以我希望所有的父母 不要只是爱你的孩子 学会敬重一个长者一样的 去敬重你的孩子 小孩丽糟糕再追到厕所 因能进交二而考牛大普考吧 我觉得我的儿子就是一个 完整版的我 完美版的我 因能进人子小哈利 正在美国纽约大学念书 不仅很有艺术天分 也很有自己的想法 因能进日前直播透露 其实儿子遭网爆 还被狗仔跟踪 恩利在我乘风破浪的那一年 他是没有少被网爆的 整整持续了一整年 然后狗仔追他 追到洗手间的时候 居然大标题写的是 原来他进男厕所 你看完你 你是不会相信 恩利被网爆到 我整个晚上睡不着 吃不下 他还没有去纽约 他还在台北 他是全部都看得到 你们也知道港台的狗仔很可怕 他试过跟他同学 去逛成品书店的时候 那狗仔把他们逼到 他们同学都吓跑 然后那阵同学都不跟他在一起 他不是没有经验过什么 只不过你看到 他以他的善良 去消化了这个世界 对他的恶意 透过自我消化的过程 他不是更讨厌这个世界 他反而是更爱这个世界 然后他理解了 人是会被受害的 然后他会淘汰受害者心态 因为他会认为说 我要成为强者 去保护那些将来可能被受害的人 所以儿子一直有一个很高的思考的模式 妈妈 我们要活出自己 是不是就让别人有勇气去活出自己 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大家对儿子现在的支持跟关心 也许有一天 他又可能遇到什么事情 需要再跨上一个阶段 也许有一天你会突然又不喜欢他 但是那都不重要 这就是他的人生要去经验的 他选择了一个自由的灵魂 然后那些不自由的灵魂所看见的限制 可能就会投射在他的身上 你能竟然佩服儿子心里坚强 在美国生活几乎不靠爸妈 很多人都说他在花我的钱 其实他两三年前都开始在做自己的艺术设计 然后他的作品也上过束缚底的拍卖 拍卖过六七十万 他一直默默在做很多自己的事情 只是他不说而已 我希望大家也不要老师觉得 他好像就是父母沉起一片天 事实上连他考纽大的时候 秦浩老师就很好就跟我说 我们是演员嘛 我们可以找好一点的导演给他写推荐信 结果你知道吗 这个家伙他居然报完纽大都考完试了 他自己找了高中的学校的老师 就给他写了 然后他就考上了 就很多东西 他已经占了便宜了 他已经很容易被关注到了 他不是一个得了便宜又卖乖的小孩 他不希望再去反驳这个世界 他占到的先天优势了 反而希望用他的先天优势 来成为一个强者去保护 没有先天优势的人 这一点真的是我非常非常 崇敬我儿子的部分 我对他是有敬重在的 所以我希望所有的父母 不要只是爱你的孩子 学会敬重一个长者一样的 去敬重你的孩子